大家好,我是Alan 今天是主服秀第二期 今天晚餐还是三个菜 红烧狮子头烤小卷心菜三鲜汤 昨天切的肉米,我们来调个味 放点老抽、蒜粉、盐、胡椒粉、糖 先不要放的太咸 用我的磨杂来给它按摩按摩 一边按摩一边加水 食肉保持粘性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来分一下狮子头 一共六个 自己家里不用太讲究造型 只要个儿大就行 现在来准备一点汤料 冷水、香叶、几颗八角、盐、糖、老抽 不要太咸 可以没过狮子头即可 大火煮开后,放入狮子头 先大火煮几分钟 让狮子头收紧 成型 抖一下锅,不要粘锅了 然后就是小火慢煮 我煮了三个半小时 汁水收成这么点 几颗青菜烫熟了 摆个造型 再泡几颗枸杞子 晚餐前把肉丸子再加热一下 取出丸子 过滤水 过滤一下汁水 倒回锅内 水淀粉勾芡 再做一下最后的调味 把汁水淋到 湿水淋到狮子头上面 然后放上枸杞 红烧狮子头 完成了 大家看一下 360度无死角 来一个轻轻一加 就碎了 肉非常的软糯 味道也刚刚好 这是小卷心菜 一切为二 撒上盐 黑胡椒粉 再淋上色拉油 开上保鲜膜拌匀了 放入烤箱400华氏度 烤25到35分钟 每家烤箱不一样 请自己观察 调整 烤成这个淡金黄的样子即可 三鲜汤的做法 昨天已经介绍过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点赞留言分享 祝您节日快乐 再见